大家好 我们在给虎皮男施肥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两个点 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虎皮男的他是否缺肥 那么第二点就是如何给他补肥 那么我们先讲第一点 我们怎么观察这个虎皮男他是否缺肥呢 我们先可以观察他的叶片 如果叶片呢出现了尾粘 然后呢颜色有点暗淡 没有之前那么光亮 而且没有那么肥厚 整个植株的长势特别的慢 就说明了他这个手缺肥了 那么我们如何给他补肥呢 如果是在冬季11月到第2年的2月3月这个时候啊 我们是不需要给他施肥的 因为这个时候了 天气比较寒冷 虎皮男是属于一种休眠状态 这个时候是不需要给他施肥的 那么等到春季开春 我们再给他施肥 施肥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了用一些有机液肥 因为有机液肥啊 它的肥效比较温和 而且它可以改善土壤的环境 让土壤的更适宜 虎皮男的生长 我们可以用这种细薄的饼肥 饼肥的里面含有的蛋铃甲就特别的丰富 千万不要偏重使用这个蛋肥 因为如果你只使用蛋肥 就会导致他 虎皮男的叶片了 这个黄色的斑纹呢 会消失掉 影响整个虎皮男的美观程度 当然了使用这些有机液肥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给他稀释的使用 因为虎皮男的根系啊 是不耐浓肥生肥的 我们一定要把它完全发酵服俗好之后啊 每半个月给他了稀释之后使用就可以了 这样虎皮男的才能长得更壮 长得更好 很快才能够长侧芽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